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6月25日 第四卷第一章16-17节 引用经文以赛亚书35章8节 罗马书9章23节 教会在今生不可能完美 因在成圣过程中 有时连敬钱的人也因被误导的热心求意 受试探而要求教会在今生完美 然而一般来说 这过分吹毛求疵是来自骄傲自大 以及对圣洁的错解 而不是来自真圣洁和真热心追求圣洁 因此那些比别人大胆 说教会败坏了而煽动人离开教会的 他们以自己为标准 多半都是轻视所有人 为了显明自己比别人强 奥古斯丁极有智慧地说 教会执行管教惩戒的敬钱方式与尺度 每个时候所关切的都应该是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一副所书四章三节 使徒保罗吩咐我们当彼此包容对方 若没有包容的心只是为解决问题而执行惩戒 不仅是徒劳无益甚至是危险的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那些人不是因为恨别人的罪 而只是为了坚持己见 那些罪恶之子企图蛊惑一般软弱信徒分裂教会 只是为了自己出名 这些人自高自大 玩梗不化 诡诈毁谤 捣乱纷争 他们假装严厉 免得显露自己没有真理之光 圣经吩咐我们 在改正弟兄的罪恶时要谨慎小心 同时竭力保守真诚的爱与和睦合一的心 他们却玷污着原则 制造分裂且断绝与弟兄姊妹的团契交通 对于敬虔且喜爱和睦的信徒 奥古斯丁劝高说 以怜悯的心来改正自己所能改正的 以耐心包容和以爱哀痛自己所不能改正的 直到神解决改正 或在最后收割时 薅出败子扬尽康比 但愿众敬前信徒都以此武装自己 免得外表看来勇敢地替天行义 其实却是远离天国 那唯一意义的国度 既然神定义在有形教会中 保守他的教会圣徒之交通团契 所以任何人出于恨恶恶人而破坏有形教会的合一 就走上滑溜显坡 失去了圣徒相同 他们应当思想 第一 在教会中有许多在神眼中是圣洁无辜的信徒 是他们未察觉到的 第二 即使在那些看来软弱跌倒的人当中 有许多是绝不喜悦犯罪或恶于自己过错的 反而因对神的敬畏 一而再再而三奋发向上 可目正直的生活 第三 不能因一次的过犯就判定此人 因为即使是最圣洁的人 有时也会大大跌倒 第四 就教会的聚会而言 重要的是圣道的传讲 以及领受圣礼的奥秘 其整个效用 不可能因某些恶人的犯罪就遭到破坏 最后 判断是否为真教会 是根据神的标准 而非人的标准 反对者说 教会被称为圣洁 必有其理由存在 所以我们要查考所谓 教会是圣洁的其真意为何 免得我们因一教会 有任何不完美之处 就不承认其为教会 若是如此 则我们就等于是否认 有任何教会的存在 保罗的这话是真实的 基督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纹等类的病 以夫所书五章 二十五至二十七节 然而同样真实的是 神天天在做奇妙工作 日渐除掉教会的 玷污纹的病 由此可见 教会的成圣尚未完成 教会是圣洁的 意思是 他日日在圣洁上 长进 尚未达到完美的地步 教会天天在圣洁上进步 到那日 才会达成圣洁的目标 众先知预言 耶路撒冷必成为圣 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 约尔书三章十七节 也是 污秽人不得经过 不洁净的 必不再进入你中间 以赛亚书三十五章八节 五十二章一节 你们不可将这预言解释为 教会一切的会友 现在都是毫无瑕疵的 然而因为他们热烈渴慕 达到圣洁没有瑕疵 最终神因他的恩慈 就将他们尚未达到的 洁净赐给他们 虽然我们在人间 很少看到此圣洁的证据 却仍应当坚持 自从创立世界以来 属神的教会一直存在 而且直到世界的末了 神的教会也不会消失 虽然全人类从一开始 就被亚当的罪所玷污败坏 但神却持续不断地 从这被玷污的大群人中 将他所预备得荣耀的器皿 分别为圣 所以每一时代 都经历到神的怜悯 神以如此的应许 证实此点 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 向我的仆人大位起了事 我要建立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 要建立你的宝座 直到万代 诗篇八十九篇三至四节 以及耶和华拣选了西安 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 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 诗篇一百三十二篇十三至十四节 同样 那是太阳白日发光 使星月有定力 黑夜发亮 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 以色列的后裔 也就在我面前断绝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 三十五至三十六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